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对这个还有一些研究对不对 对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 11岁来美国的 所以说民主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东西 然后好像台湾人比中国大陆的人高级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民主的关系 或者是说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在想啊 就是我对台湾政治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就在想就是说蓝跟绿 蓝就是基本上是支持统一吧 对不对 然后绿就支持独立吧 是这样吧 其实也不是这样 但这个要讲话可能就要开一集 好了反正这个就是我一个 好这个就是我个人对这个东西单方面的理解 所以他们中间是有一些对于民主的坚持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台湾跟大陆非常不同的 是因为我们这里有民主 大陆没有民主 但其实你知道民主这两个词 在大陆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你基本上那个看很多标语 那当然了他们是自己讲 就是说我们是拥有民主 我们是拥有自由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民主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词的意义真的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吗 还是说它其实是代表另外一种东西 或者说我们对这个东西应该如何来理解 也就是说如何才是真正对人民好 然后或者是我们国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棒的方向 是否只有民主就够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讨论讨论 上个礼拜我在节目上面讲到就是 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 然后这位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忠实的观众 然后是他对于民主的看法 那这个朋友在我们那一期节目下面留言 他写了很长 我在这里读一下 他是这样说 他说民主制度对于政治不只是自由意识的展现 更是一个分权治国的概念 全球化越来越成熟的现在 以及各项科技飞速进步的如今 正是敌基督统一全球集权统治的开始 在分权自治和集权统治这两个抗衡的时代 你们怎么会这么激烈的反对民主制度呢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太片面太单一的角度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比较好 其实我很明白他在讲什么 如果要是说对于这个集权跟民主这两个制度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反对民主 那就基本上代表你就是你同意集权嘛 但是同意集权这事就怎么可能呢 尤其是像我们的节目来讲 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都比较了解 就是我们当然是非常支持大家有自己的意愿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又会说反对民主 那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支持集权 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反对民主 我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是人对于民主的制度 其实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的 那对于这个制度其实误解 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非常非常多次 每一次其实都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而且是对于制度上的一个崇拜跟拥护一直都有的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其实对中国的历史还蛮熟的 你不要这个看我是一个美国人 然后又是从台湾来的 中国满清末年的时候发现了清朝跟不上时代了 天朝上国怎么可能跟世界脱鬼了呢 怎么办 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还有一堆人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 从戊戌变法然后百日维新洋务运动 那个时候的观点就是为什么西方可以这么强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进步 为什么他们用铁做的船还可以飘在海上 是什么东西西方有但是中国大陆没有了呢 原来就是有宪法 有宪法就是有规定 有规定就是有秩序 有秩序的地方就是有方向 国家就会变强 那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呢 光绪皇帝更是确立了这一点 认为说日本几年前还乖乖的俯伏称臣 那这几年他们就是因为明治维新了之后 有了宪法之后就可以打赢这个天朝上国了 再加上梁启超跟立宪派他们不断的怂恿 就是说立宪就是好立宪就是完美的 中国只要有君主立宪这个制度之后呢 大清一定可以重返世界之最的大位 那民主其实就跟君主立宪是一样的东西 其实只是一个国家的制度而已 希腊的时候就有 罗马更是把民主跟权力分配弄得非常的完善 到了近代史各个国家看到美国这么成功 不管是经济军事政治法治整体国力都变成完善的时候呢 就开始在想到底是什么让美国可以这么强大 然后是我们没有的 绝大多数的人就跟孙中山认为的一样 就是美国跟西方的强大一定是来自于民主 那这个说法呢传到了全世界传到了中国传到了香港传到了台湾 制定了华人对于民主的崇拜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过去哈这个文化交流方面比较匮乏 尤其又没有网络又没有什么 我觉得他们能往这一方面想其实好像是一个必然的路线 对那民主呢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美国的主流思想 其实美国是非常非常反对民主的 建国国父对于民主的看法 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事实上就是美国建国国父每一个都非常的抵制民主 要先知道的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 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人权是来自于神的 不是政府给的更不是民主可以制定的 当人把人权变成了可以用民主来制定的时候 人权就变成来自于政府而不是来自于神 那这边有几个quote是美国建国国父他们自己说的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他说民主从来不长久很快就开始自爆自弃甚至自杀 那詹姆斯麦迪逊呢也说说纯粹的民主从来都是动荡和争论的场景 民主制度与人身安全或者财产权利是不相容的 一般来说他们的生命都很短暂 就像他们在死亡时表现出的暴力一样 那亚历山大汉米尔顿也说 说曾经有太多的国家认为完全的民主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政府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立足点 古代的民主让人完全放纵自己 不可能形成任何好的政府 最终都是自己完成自己独裁的形象 那这些只是一点点而已 美国独立宣言上面还有宪法里面 根本没有提到民主这个单词 因为民主跟自由基本上是完全冲突的 民主一直都会走向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自由 之后变成少数的精英压迫多数人的自由 最终变成极大的政府压迫所有人的自由 最后就变成中国式的民主 就是不同意的请举手 那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呢 观察到了希腊的灭亡 罗马的灭亡 最终民主都促成了暴政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里面 他们会以法制来限制政府的权利 再由人民选出代表自己的人来立法 立法院还分成了众议院跟参议院 为的就是要避免民主治国 民主其实不是一个美国的制度 甚至一个西方的制度 美国在建国的时候是非常避免民主产生的 而且所有建国国父其实是非常讨厌民主的 因为他们看到了罗马灭亡的时候 他们就是民主促成了暴政 各位可以在历史上面看得很清楚 希特勒是民主选出来的 斯达林那个时候也是完全民主 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 中国人民站起来怎么样 我们要推翻暴政 他说的也是民主 金正根他现在说的就是 北韩是最民主的国家 而且可以达到100%的支持率 现在俄罗斯普丁的这个支持率 百分之九十几 对为什么民主啊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民主造成的 现在加州会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加州会变成这么腐败 加州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很多的人不会在意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投票出来的东西 我们投票出来的打砸墙 我们投票出来的性洗脑小孩 我们投票出来的变性人 我们投票出来的这个吸毒所 全部都是民主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就是如果要是你真的能保证 说能投票投入好结果的话 就是有一点必须要知道 就是人民必须是被教育过的 就是他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你说这样投票投出来的结果 很多人说那个舞弊什么 我觉得在加州不是舞弊的问题 是人民头脑的问题 这个很多人他们是完全在投票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支持 而且是完全统一的 那现在导致这些结果 他们并不认为说 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是我投票导致出来的结果 很多人或许还是很支持说 吸毒所的建立 然后去性洗脑小孩 他们还是非常支持这些东西 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不支持 但是他不觉得说 这个跟我投票的结果是什么样 因为他可能脑袋里面想说 我这样投票出来的结果 会是好的 但是其实结果就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他们每次要投票的时候 都会把法案写得很漂亮 他们搞的就是这一套 把它写得非常漂亮 让没有知识的人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 这个东西好 我们把我们的权力给政府 政府就可以给我们这么多福利的话 那这个样子就是好的 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说 我把我的权力给政府了 他们没有意识 他们如果要是意识到说 我的权力给政府了 他们或许也不会投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很多人不同意呢 过来跑来找我们吵架 说说这样不对 这样不好 你们说的是错的 或者等等的 那你说想要人 就是每一个人都被教育 这个是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真的很难达到 尤其是我看到就是我认识的一些 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非常执着的基督徒 你说他们爱主 很爱主 但他们一到了这种事情上面 他就是搞不清楚了 倒听途说了 就是变成这样 人家说那个学校里面放艺术课程 好好好 你说不对啊 他们在给小孩洗脑啊 就是好啊 就是好啊 你这个好像很难 跟他们有个特别沟通的桥梁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 就是在整个事情里面 不管是民主也好 或是军主力线等等 就是你刚才讲的 这些历史事件里面 我们能学到的一点 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东方世界的这些国家 你不管是说 那个时候梁启超 或者什么什么 他们等等 他们是看到那些成功的人 他们在想他们是如何成功 但是美国在建国的时候 他是在想 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 是为什么灭亡 哇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 好棒的看见 是不是 对啊 就是曾经那些那么强大的国家 在历史上那么辉煌 他们灭亡的结局的原因 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 你如果其实想把一个国家 短时间之内搞得强大 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 都有人心特别奇 而且是非常辉煌的时候 都有 但是你要避免的是如何堕落 而且是那个原因 要把它找出来 但是美国 建国的国库 我相信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看见了 对 就是不要让他们看见说 别人是如何辉煌的 要看到那些辉煌是如何 堕落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点提醒 不要想着赢 要想着不能输 是 那其实呢 不光是所有从历史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教训 那当然了 圣经对于民主也有告诉我们 说神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世事记》21章25节 在新译本里面这样说到说 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彼得前书2章13到17节说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无论是至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的官员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要借着你们的善行 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 你们是自由的人 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 总要向神的仆人 要尊重众人 爱护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真言4章27节说 不可偏左偏右 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 使徒行传5章29节在这里说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 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 神明记1章13节 你们要按着支派 选出一些有智慧 有见识 有经验的人 我就立他们做你们的首领 加拉太书1章10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 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 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 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 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民主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制度 任何执政者就是给予放纵 滥性随便人堕落都可以使用民主来得到权利 靠着人的选票来掌权的人 就是会为了讨好人 创造出各式各样压迫其他人的政府 圣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可以依靠人 我们不可以依靠任何的人 我们不可以依靠掌权者 就跟神那个时候说 你们不应该要有王 因为我就是你们的王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职责 要来去做好事 要来去做对自己家庭好的事 对自己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不可以去控制其他的人 我们不要要求政府 来去压迫其他的人 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单的说就是 政府如果说依照民主的定义来讲的话 他们就是会放纵人的欲望 然后放纵人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有的Gavin Newsom 会签的什么可以打杂抢 然后什么950块以下 或者是生出来的小孩也可以被杀死 对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民主 你如果说你要有权力 压迫其他人的话 我就把这个权力给你 你只要把你的选票给我就好 你只要把你的选票给我 我就可以帮助你压迫其他的人 甚至杀死其他的人 这些全部都是民主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人民会为了压迫其他的人 然后得到自己放纵的自由 把选票拿去给执政者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民主并不是一个像我们 小时候还有我们 不断的接收到的一个 这么完美的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像这种东西 就是你一直在讲说什么 你把你的权力给我 你把你权力给我 其实他们不会说的这么难听 就是所有在给权力的时候 他们不会觉得说 我在把我的权力给你 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说加州通过了 就是你不管多大月份的小孩 你都可以杀掉 哪怕出生之后的小孩 你不要你可以让医院给杀掉 那这是大家投票通过的东西 这是大家投票通过的东西 他们为什么会投这个票 因为他们同意 他们真的同意这样去做 你不管他们有所有的原因 不管是女权主义也好 或者是我就支持堕胎 或者什么等等等等 他们就考虑到各种原因 认为自己在做一个好人 所以他们要去投这个东西通过 那你说政府的方面 对于政府来讲 他会想要去压制住 这样一个所谓的民意吗 当然不会想要压制住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 将来就是会投票给他的人 所以他不管你这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 或者是否符合什么 一系列的价值观等等 或者是不是就说人出生了 他就是个人了 他就不应该死 这些立法者 他不会考虑到这样的东西 比较邪恶的 我们这个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他会同意 而且他会主动提出来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想要什么 所以他会说 那我们要不要来一个这样 大家就说好我要 所以他们其实是形容了一种 合作的关系 没错 就是这个投票的人 他不会像你那么难听 就是我把全力给你了 他如果要意识到这一点 他就不会这么做 他意识不到 他是认为说这个太好了 这个掌权者太好了 他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心声 他真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一群人呢 跟这个立法者 他们一起合作 出来非常非常邪恶的法案 但是这是什么呢 这是民主投票通过的 也就是他们都同意 因为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 都有利益 对这些女权主义者来说 他们解放了女人 女人可以随时随地 杀掉自己的小孩 出生之后的小孩 不想养不想要 也可以把他杀掉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获得好处的 那对于掌权者来讲 就说我做了我客户喜欢的事情 所以他们会继续的投票给我 我可以继续当官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互相双赢双利的 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这样的民主 当然就会导致腐败 不仅仅是导致腐败的关系 当然就是整个文化 到最后就会坍塌掉 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好的 什么是真正不好的 只是一窝蜂的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好 那很多人你说在里面 他们真的明白 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吗 他们不明白 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明白 他们都是跟风的 所以你知道你只要筹集够一定人数 去投这个票 你只要一定人数 你去洗脑他们 让他们说yes 这个就是民主了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圣经里面出现的民主 超级多次 ok 就讲大家都知道的 耶稣跟巴拉巴 那个时候在上面的时候 底下的人在那边喊 给我们巴拉巴 给我们巴拉巴 全部的人都在喊 这个就是民主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民主其实就是大多数人 都同意的事情 就过半的人同意的事情 这个就是民主了 我们就简单一点讲 就是这里面 当然不存在说 大家有一个 对民主有很多很棒的幻想 但是就是单纯 就民主这个词 这个意思来讲 就是大多数人都同意 这个事就成了 就是这样 那不光是你说的 这个耶稣巴拉巴 包括摩西上西乃山 去跟耶和华神讲话的时候 这些人在山脚下 他们跟亚伦在那 然后就说什么呢 就说求你了 给我们一个王吧 这个也是民主 是民主大家在一起 这些人共同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这是我们人民的意愿呢 我们全部都同意这样做 我们提出一个要求 说什么要求呢 说你给我们建出来一个东西 让我们拜拜吧 那亚伦呢 这没脑子的 他就说 你们把那个身上的金子银子 都扒下来对吧 后来这摩西一下山说 妈呀这是干啥呢 怎么搞了个牛啊 在那拜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民主的结果 那你很多时候会看到 索多玛和噩摩拉 它也是一个民主的结果 就是大家都同意那样去做 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都同意 甚至在索多玛和噩摩拉 是吧 小孩子也要跑去强奸天使 他们强奸天使的时候 不光那个成年人的老人 小孩子也在那里 小孩子也要去做这种事情 那你说小孩子去做 经为经过的家长同意 当然了 在他们那样一个文化环境里面 就是大家都同意这样去做 所以这就是当时民主的一个环境 但是人的民主 人如果没有神 没有任何约束下来 大家集体同意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恶的 没有神的律法 没有神的这个良善 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糟糕的 就是坏的 到最后会导致非常坏的 这样的一个结局 不管是说 索多玛和噩摩拉的结局也好 或者是我们看到 拜吉牛读之后 这以色列人被神是怎么教育的 这样一个结局也好 等等等等 包括说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 这些人 你说他们做了什么事 这历史都过去两千多年了 到现在我们还是因为 这些错误的事情在反思 所以单纯的就是民主 就是大多数人投票 通过一个什么事的话 基本上来讲 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教育过 没有盛行的价值观 他们干不出来什么好事 那民主是一个制度 我们不可以崇拜它 也不可以依赖它 更不可以仰望它 美国的诗人马克图文的名言 他就说 如果投票能改变什么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让我们投票 OK 乔治华盛顿在退职演说上面也说到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 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 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 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 却妄想别人要赞他爱国 必然是白费心机的 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 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 美国短短的250年的历史里面 以及美国建国国库都告诉我们说 民主不是一个完美的契机 美国过去这60年已经在各地 全世界各地散播民主扩张民主 然后在各个地方开战 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 但是事实就是 没有一个地方真正的有民主 也没有一个地方真正的有自由 各位可以过去看日本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 他们其实一点都不自由 他们有没有选票 跟他们有没有自由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正能带给人自由的就是圣经 就是神的律法 人权是神给的 不是任何政府给出来的 美国宪法以及我们身后的人权法案 就是要来限制政府 民主只是选出来人代表我们的声音而已 但是现在各国家的民主就是选出来人来带领所有的人 华盛顿在退职演说上说我们的宗教跟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 我们要知道就是没有任何人建造的制度可以带来一个完美的社会 只有我们的信仰 只有神 只有圣经的价值观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完整 民主在非常多的国家全部都失败 而且要推翻民主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民主推翻民主本身 民主会导致我们自我吞噬 暴民暴政 道德沦丧 说穿了就是民主就跟梁启超跟康有为跟这个光绪皇帝的建议一样 君主立宪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 其实只是一个制度上面的改革而已 透过美国建国时的立国文书以及建国国父们对于民主的看法 我们可以知道 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且现在美国会堕落 会腐败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道德轮上男女不分的情况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法治 失去了共和 失去了圣经 而取而代之的就是民主的暴政 现在美国的衰退的方式 跟罗马跟希腊最终败亡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民主控制了我们的国家 与其选出民意代表来代表我们 我们选的则是党派来压迫其他的人 带领我们帮我们做决定 民主并不代表自由 相反的民主反而是非常容易摧毁自由的 台湾的人非常喜欢把民主跟自由摆在一起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我们要知道的其实是 美国为什么可以伟大 美国为什么可以强大 美国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的大国 在国际上面的形象是 民主自由有道德尊重彼此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圣经 因为基督教 美国的衰败则是完全因为过度依赖民主的关系 那希望我们这一集可以把民主的意思解释得清楚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民主这两个字 有很多幻想的泡泡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自动认为 就是说民主就是给你权利 其实并不是代表这个意思 民主的意思就是过半的人同意一件事 这件事就通过了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大家看完这集节目之后 你对这个事产生了一个什么看法呢 就是你觉得说 这个民主真的跟你以前想象的认为的 还是说你今天对这个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 还是在其他国家 或者是在美国 那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可以一起来探讨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ter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